我們主要是明天是人大政協兩會 我們民建聯會聯大兩會 我們都會有很多人大提案 其實明天都會有另外一個新聞發布會 講我們人大政協的提案 但是我和陳勇人大代表 我們就很擔心這個動物 所以其實幾年我們都有做一些建議 會員也很好 成效也很好 所以今年我們再接再禮 我們倡議 由陳勇人大代表 都會在人大做兩個建議 講回歷史背景 我們在2015年和2016年 其實我們都有做過一些建議 好像在2015年的人大 我們就由陳勇人大代表 我們做了一個建議 就是立法禁止象牙和制診的文化 那次就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一起去做 我們提出了一個建議 然後就得到大勇哥的支持 然後我們就走去喝水香港的人大代表 多年我們都找到三十二位 三十二位 三十二位 我們有三十六位 我們有三十六位 香港的人大代表 有三十二位 跟我們一起聯署 就去簽了這個建議 就有陳勇我們的人大代表 就正式向中央政府 提出了這個建議 我們可以說一下這個經驗 這個其實那個源頭 都是受到醫院的影響 就是我們對動物的 保護動物的了解 動物的了解 因為我們在香港的政界 裡面的立法會議員 EQ議員這方面 是跟得歷史最久 去到上加的資料 聯繫的各方面的團體 都比較多 所以在那個影響之下 我們民建議員大代的成員 大家都對於保護政府這方面 這個關心比較多 而且我們剛剛那一年 都看到象牙扔制 就是世界性的報道 非洲象牙被虐殺的情況 震撼了一位觀眾的生物 在那裡 因為他都太殘忍了 他只是拿著牙液 他又不值得 如果這個牙法不在 都可能會不殘忍 但是他是扔了一塊臉 將性牙拿出來 跟著就由他自身自身 這種情況 你會看到 有一位感性的事物 大家看見很慘 還有一些畫面 更加殘忍的是 那個古象在那裡 但是那個臉已經 暫開了一些 拿下走 但是旁邊的小象 這個象BB 還在那裡叫 所以這種畫面 看到之後 相信大家看到之後 都會很有感觸 所以就變成了 我們其中一件事 就想排得比較遲 以前我們都看到的報道 就是華雄與東方 其實美國都是 很多以前比較發展的國家 或者古國那種 對象牙進攻的歷史比較難 但是以前可能人類 沒有那麼多屠殺 那麼厲害的時候 但是現在市場比例高的時候 那手段更加殘忍 有很多年未吃麵 那些都會先拿走 因為那個利益 所以就變成我們要提出 加上現在我們都看到 我們自己各家的發展 就是當你吃飽的時候 就沒得談 但是已經是溫飽之後的時候 對於這方面的關注都多了 所以內地的朋友都有 你看到姚明都參與這方面 包括在機場的廣告 就是沒有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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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我們都會向香港 跟議員大家一起去看他的建議 建議的時候就變成 如果說人大 就是因為所有政協的建議 都叫停泊 因為他們是資訊 那如果在人大那邊 就讓我們的立法會這樣 是用了權去立法 而且他提的所有的建議 都要官方 特別是國務院的那個位置 一定會書面回覆 還有人大上委會 和國務院的備案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超過30位 因為沒有超過30位 你自己是要建議的 跟政協的不同 但是如果超過30位 而且是團隊員詳細去談 那個要求問題應該是高一點的 那個要求問題應該是高一點的 那個要形成正式的提案 他們的期望就會大了 那個門口都高一點 因為要詳細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未必做到 華盛過去 長期的時間 在香港都討論 但是我們跨越了門口 就是說要超過30位的 日大代表 大家都聯署 所以我得到重視的程度 就不是一兩位 代表自己簽署 或者提議這麼簡單 已經達到門口 那變成了我們 那個過程裡面 華盛過去議員 每一位的港元區 都親自打電話 拿去遊說 而且那個反響非常多 那變成了 他是跟他們解釋了 講完之後 兩回到北京的時候 我們代表 由朝到晚 都是大家認識不住的 在北京發表的時候 找他們給香港 找得更方便一點 但我自己找他們落實 華盛過去議員 那時候給大家看的時候 那個反應是很積極的 很積極的 基本上 那32位都聯署了 所以都得到 國務院 人大長系會的高度重視 這個字眼都和大家無關 重視 我們覺得是重視 但內地的官方語言 有高度重視才是非常重視 他們的門檻 合格論德就是重視 所有事情都重視的 高度重視才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們這段 都得到高度重視 結果我們就看到 那個大部電視 在去年的情況 香港國務院都已經發表了 一個務院的正式的文件 紅頭文件 那份文件上次的紅色字 叫紅頭文件 就說了就是 在2016年底之前 整個國家裏面 就會禁止著 這個呢 可以說是歷史旅程碑的決定 因為始終呢 雖然我們已經 香港已經發展了城市 或者發展都 大家都很嚴重 發展了金融體 但是始終在內地 有些偏遠的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就是我們自己叫做 或者溫飽 沒有解決 如果你找他們 因為我們叫做 怎麼說 醫食捉運用 他醫食都沒有捉的時候 你叫他放棄這些高利潤的 一些貿易 從而做一些很辛苦的 或者溫飽都沒有解決的時候 都有一個難典 所以國家做這個決定 其實對整個國家來說 它有付出的成本位 代價在大陸 就是禁止著馬貿易的時候 可能即時有不少 一部份的 這方面從業的朋友 我們相信大部份 他們不是收入那些 但是他們由於這個市場的供應鏈 造成了那種的屠殺 那變了他們都有轉移 我們看到我們的電影裡面 電影裡面寫出來的 都是說希望國家協助那些 很轉移 就是你如果跳蝦絲 不要用象牙 用其他的替代材料去做 才行 但是當然價值沒有象牙那麼高 他們所賺的利用都會提出 所以這方面 國家和相關部付出的成團 協助包括政策的配套 是希望國家付出很多 現在我們看到 國家都圓地做 因為我們國家是 都會顧現了 一比二次 第二個就是 國家都下這個決心 我們覺得不容易的 但是現在都能夠推得到 我們覺得是很欣慰的 同時我們都看到 國家這樣做的時候 都是令到整個 我們國家的現象都產生了 因為始終我們見到國際上 就算日本現在這樣不算 那現代化的國家 它去暴殺這些別奇的時候 都是很神奇的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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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灣都是紅色 變成這一種 就和你的發展 是不是很現代化 未必完全關係 始終會來 變成這方面 我們一直都很推動 所以從那一年開始 連續紀念 我們一直關注動物 保護方面 這方面是億劉議員 是專家 他會推動 國家立法 所以我們香港 也都剛剛通過網 立法禁止掌握 所以其實國家的部分 都是一致的 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告訴我們 香港的人態代表 其實都真的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策 而影響到國家的政策 亦都令到我們香港之間 大經驗得出的那三部份 作為世界公民 在保護的政策上 真是可以出生命了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們在2015年 和2016年 我們都有做這個建議 都是關於保護 和公司再買賣 成績就很好 所以去到今年 當我和勇哥談的時候 覺得我們既然做得這麼久 我們應該繼續再去做 我們動物保護法 我們一直都推進 但是在國內 我們已經有野生動物保護法 但是一般普通的動物 其實我們還未做到 所以我們今年 也有一個建議 就是希望國家可以關注這一方面 去立法一個真正的動物保護法 主要就是希望禁止養動物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原則 希望就算是在屠宰動物 或者養殖上面 都希望那些動物 要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或者慈悶 這個是我們現在 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 另外我們都關注到 在國內現在都有一些網上的視頻 是有時都會跟那些 就是藥外動物有關 都說出來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 令到這些不良的資訊 就不要再在網上去傳播 如果真的有人在過應這些變奪 我們都可以抓他們 因為他們是藥外動物 另外也都希望政府家庭宣傳 還有教育等消費者 還有動物養殖的牆 生產運輸和載等等相關的 學業的人士 都了解動物福利的重要性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讓動物 受到不必要的驚嚇 傷害和痛苦 那就希望明明些對待動物 另外也都希望多些支持 台股動物的組織去做一些宣傳 推動教育的工作 這就是契定動物保護法 我們今年希望 勇哥會在人大裏的提案 就是一個建議 第二個就是我們今天都想跟大家 詳細一些介紹一下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建議 就是希望盡快提取和販賣活潑的膽汁 活潑取膽汁這個問題 我想很多朋友都聽過 但未必很多朋友都知道有多麼殘忍 說回歷史背景 是的 紅膽自古在我們中國 都列為珍貴的中藥和藥材 但其實主要的作用 我問過中醫 主要的作用就是清熱解毒 明目乾膽 然後就插頭子 我問過中醫 其實今天現代的中醫藥和西藥 其實有沒有可以替代紅膽的藥材 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說清熱解毒 牛王解毒變 其實中醫真的跟我說 就算你說真的要來賺回一杯藥的紅膽 也有很多人都說 但是如果你說清熱解毒 這些作用 其實很多中醫藥材 甚至西藥都可以 所以其實真的不再需要 也有國內的中醫師跟我說 就算你說真的要來賺回一杯藥的紅膽 就是紅膽的藥材 就是藥材 其實都已經有科學家 研發到人工的紅膽汁 是做到的 只不過新聞在國內都還未批出來 可以使用 這個中間就有很多問題 在裡面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以前古代真的散了很多 拿了它的膽出來做藥 但是在80年代開始 有些人就開始引入了一個叫做無本引流的技術 所謂無本其實都有本的 不過做法就跟以前殺了一隻紅膽一樣 或者再古老一些 就算是紅膊 它就一支針 都插進身體裡 其實就是紅膽看得很久的 但是現在就引入了一些深一點的方法 開始內地就幫了很多人工的養殖場 就去養些紅 就去拿它的膽汁 就用活鴻去取膽汁來去做 主要就是用做來造成這個紅膽粉 接著紅膽粉就賣給一些藥廠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究竟是怎樣的 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到 養殖場大概有大有小的 現在我們這些就叫做規模的養殖場 但是還有一些養殖場 所謂養殖場 其實只不過是家家戶戶 家家戶戶每人去養兩隻都可以 整個龍養兩隻 都是他們的一個生計 你看到這些龍都好像挺大 是不是呢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的 有些龍就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的 龍裡面就有活活的 裡面有個鐵龍裡面有隔 平時這隻紅都可能還可以動一點 這些已經叫做人造少許的牆 有些龍就再小一點 小到在龍裡面 那隻紅是沒有辦法動的 你看到嗎 真是一隻紅這麼大 就是裡面是完全轉一個身 都做不到的 那一隻黑蠔的壽命 其實是說可能二十幾歲 就是二十三歲、二十五歲、二十幾、三十歲 那樣的 就由四、五歲開始 就已經可以叫取膽 就是取膽 那它在這些龍裡面 就混了二十幾年 都是這樣 你可以想像你這樣混一隻蠔 在一個龍裡面二十幾年 就算給它大一點的這些龍 裡面都有一層間隔 因為如果它在龍的尾 你就拿不到那個針 那它有一個間隔 在裡面可以拔個閘 這樣按它過來 讓它不能動的 按它過來 它就貼著龍邊 這樣就不能動了 然後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幫這些蠔 穿著這些馬甲 一個很重的 二十幾磅的馬甲 這裏就是敷著頂的 然後這裏就是它的肚子 然後這裏就是它的肚子 然後這裏就是装著 装著紅膽的膠 然後這裏就是 這個鋅頂著頂的頂的目的是 讓它不能自然撞下頭 這樣就咬不到你了 即是如果你弄它的肚子 它就不能咬你了 即是說如果你穿著這個馬甲 二十幾年 你是二十幾年 你都不能撞下頭 即是頭基本上都不能撞下頭 然後這裏就很重 他們現在會幫那個蠔 小隻就捉了它回來 就是嬰兒的時候 就會幫它做一個手術 就將它的膽 原本膽就在裡面 就將它的膽拔出來 滅在它的肚前 即是肚的位置 即是這個位置 接著就長期有一個塑口 開了一個塑口 那隻蠔在裡面 它開了一個塑口 它是握著這個馬甲 那個塑口 就會長期插著一支管 在那個塑口裡面 插著一支管 在那個塑口裡面 插在它的膽裡 接著每一天 就一個塑膠袋 就放在這個馬甲裡面 放在裡面 就長期採握那個滑紅的膽疾 每一天 就可能有一包 每一天 就可能有一包 那樣的膽疾 拿出來 你可以想像 一隻蠔由幾歲開始 每一天 就長期有一個塑膠 就是一個塑膠 在一個身上 握著一個甲 頸不能垂 然後住在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就給它一些很差的東西吃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虐待 很殘酷的虐待 我想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可以接受 總記著虔 其實我們人的神經的組織 其實是很相似的 當然不是跟我們人一樣 但是虔是會痛的 是會受傷的 有很痛的感覺 還有因為它有一個長期的塑膠 在一個身上 所以很容易就會發現 又為了避免它們會病 死又死了就慘了 不希望它這麼早死 所以長期為它吃抗生素 不同類型的抗生素 還有一些消滅藥 三醉清安 這些藥 是長期為它 那你可以想像 一種長期吃消滅藥 抗生素 三醉清安藥 然後你拿它的蛋 拿去做藥 你猜會不會是一種好東西來的呢 其實肯定不會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呢 就真的長期這樣做 現在呢 這個情形在國內 也有很多這些長 我們有一個數字 但是可能不是很update的數字 就是現在我們有知道 估計 中國有97間合法的紅的養成牆 就是養的紅的牆 官方登記合法從事紅膽 生產的炒家就不接近200間 但是這個數字可能不是最真確 或者最近的數字 大家可能都要去找 但是要找這些數字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現在究竟有多少圖是這樣的呢 官方 叫做合法的長的數字 可能大概有千多隻黑熊 是這樣的環境 但是呢 據一些環境的估計 即是保護動作的估計 即是保護動作的估計 國內可能有超過2萬頭的黑熊 是面對這樣的虐待 每一天 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黑市的呢 就是因為那個需求很大 國內紅膽的製品是方不勝數 當然大家也都留意 有真有假 有些說自己是紅膽製品 但其實也都未必是的 我們在一些偷拍的網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紀錄片 比如有這個月亮紅完整版的紀錄片 或者其他紀錄片 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會有一些村民 可能自己家裡養兩隻 現在買一隻熊回來 和他們培養、養殖、生殖 這些熊 原來是很賺錢的 一隻熊 現在那個售價 說了幾年前 今天那個熊貴 是說了2萬元人民幣 那麼就大隻了之後 每一天這些熊膽 也都可以熊膽汁 也都會找他們帶來收入 如果那隻熊死了 那隻熊快死了 那隻熊快死了 那隻熊快死之前 你斬了它的熊獎 下來賣 又可以賣到 總之熊 那些肉、皮、熊獎 尤其是熊獎 最值錢 又可以賣回二、三萬元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 如果我投資了 拿幾萬元買隻熊 就是二萬元 二、三萬元買隻熊 回來 我每天都有錢賺 然後到他死的時候 斬了他的獎 下來 被人買來做熊獎 做食材 我又代回五、三萬元 好像無本生意 我沒有吃虧的 所以對一些 尤其剛才 你剛才都說 現在比較貧困的地區 的人士 可能覺得 我非法養這些熊 因為其實國內 如果真的要做這些熊的養殖廠 你都是要拿牌的 你都是要申請的 但是很多人 自己家裡偷偷養幾隻 就當作是生計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就多不勝數 如果你看這幾錄片 你會看到他們製造這些熊膽 這個熊膽的過程都是十分之延似 亦都沒有任何衛生的監管 他拿了一些汁下來 大家都看到 其實都是很多人害怕 我沒有用這個袋 裝了一些這樣的熊膽汁 都沒有什麼衛生情況好說 然後這個熊膽汁 他們就用自己最原始的方法 放進盤子裡 然後烘乾它 乾了就變了黑色 然後變了黑色 好像膠狀的 然後自己就用一些布作稅 製造它之後 就會變成黑色的品狀 變成紅膽粉 然後自己在家裡裝藥丸 一顆粒的裝 然後就賣給人 那些藥廠 就可以一顆粒的工藝 在家裡自己製造的藥丸 然後就會包裝到一個漂亮的盒子 然後包裝了之後 就放進藥房裡賣 就賣到屋櫃 就是這樣 現在的供應面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整條供應鏈 其實那個監管都是不足 亦都有很多問題出現 那個過程也是非常殘暴 很不人道 我們國家的科學發展 中醫藥的產疫已經去到世界裡的標準 已經是很進步很問題 我們也知道有其他更加功效相當的藥材 已經可以取代紅膽汁 和活紅取膽這個方法 除了對隻蠔是很不人道 對蠔這種生物造成傷害 其實也不符合我們國家 中醫藥文化和文明建設發展的新方法 所以為了推動我們國家的文明建設發展 和加強這個活動的保育 我們覺得中央政府 希望中央政府可以盡快取代 這個活紅取膽和販賣這些 活紅取膽汁製成的製品 從而完全淘汰這些殘暴和落後的行為 這個是我們今次很希望可以推動得到的 我們其實剛才的議員也有提到 介紹了整體的文件 我們有幾樣建議的 一個就是剛才的議員也有提到 立法禁止任何形式 在活紅身體上 採取膽質 或者發瓣相關的制度 始終都是市場造成了我們的需求 另外一個就是加強執法和懲治的力度 打擊這些非法的保育 養殖和若愛的行為 以及非法提取文化和違法的行為 因為中間不牽涉到同一樣的 不單是我們關注動物本身的權益 最主要是牽涉到人 如果它整個過程裡面 等於養殖或者提取的過程裡面 都出現這麼多風險 或者為了這麼多藥的時候 到最後使用者或者市民 大家消費者都會置於一個風險之中 所以這方面我都希望 這個系列裡面 有動物到人到患者 消費者都是權力保障的 另外一個就是加強宣傳工作 和民眾的教育 令到大家了解成果的過程 如果在香港見到大家 真的燒東西吃的 多數大家用北京流行解錄片 不要說公開廣告 你用那些效果都不夠這些 非常多 而且我們香港也有很多中藥的名產品 內地很多朋友來香港買藥 就在這邊 有這麼多的提供物 大家真的不需要用北京 而且那個效果對你的保障 反而風險大 因為這些監管更加嚴重 比起就是不能走 所以這方面我們看到 那些現代的人 大家了解的越多 你越發現 可能很多東西 包括很多中醫的朋友 包括那些人 大人 中醫的藥界都跟我們說的 很多明確的藥材 是貴了 傳統上的感覺 實際上那個效果 可能很多便宜的藥材 效果更加強 因為由於它便宜 它假都能做 人家都不值得它做假 擺明它的真確性 如果你說真正的藥材 因為就算這麼多人養都好 就有一部分養了 到最後你會公不認討 到最後假東西充斥的時候 你到最後分開這個風險 等等這方面 大家在景體上 尤其我們現在的物面程度 和國家的富裕的程度 和整個法律的建築程度 等等這方面 我們是與時俱進的時候 所以更加有提升 還有一點就是 如雀眼一樣 這個標誌就是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就是我們習近平都說 要打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化 現代化的國家 我們與古代的人 或者與一些比較原始的 暴露來比較的時候 就是我們開發 我們更有文明性 更加之舒達力 更加能夠關注到我們 這個地球的景象 和這方面的關係 這方面都是一個國家 很強的文化 綜合素質那裡的標誌 必然我們的帳 那方面都能夠於是 它就能夠得到世界的認可 即當我們國家 出到那個禁止帳 買賣的條例之後 或是國務院的指令之後 整個世界對我們國家的形象 就算有一些 它未必認同 我們中國的一些制度 但是它看到 這些行為的做法 這些政策都會贊賞 所以我們在北京上一次 我們跟英俊議員提過 通過之後 連美國有著名的很多媒體 都來訪問 他們都贊賞 而且報道出來 非常正面 所以這方面都是 對國家的現象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們看到 國家都用了不少的資助 資助 非洲保護國務相對的政策 而且是無常的 那紅膽這方面 都遠在幾千里以外的 非洲的動物 我們也都關注 向自己的國家類別 雖然這個是很古老的產業 但是我們都希望能夠 將它逐步完善 當然我們很難其貌 一言之間 所有這些動物的 權益 福利 各方面都做得很完善 這個也都不完善 就算現在你看到 日本 美國 歐洲 有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到 但問題我們仍然看到 一個很好的進展 而且可以期望 逐步逐步將它完善 其中一個很恐怖的就是 國家現在人大常委會 或者城委委會 每一年都在那裡討論 包括去年 就是做動物保護法 當然那些是逐步逐步來的 包括有些說 先有罪殘忍的 開始令到武器更殘忍 令到逐步逐步進展 因為它都配合到相關的 負貧的工程 或者市場監管這些都是要 立法是容易一些的 但是要執法 令到它完全不依法辦事 做到立法的效果 這個需要時間長 所以要綜合地去做 剛才我們幾天建議 我們希望今年就好像 將來的衝線上能夠 未來的一兩步 就要一個很大的進展 令到大家都認可 的一個效益出來 效果出來 所以這次和養地 我們都要開始展開 我們的有數工程 就因為今屆港區人大 剛剛有一個新的訪問 我們有很多新的港區人大投票 我都會和勇哥也會分頭 逐步去游說 希望他們都會聯署去入這個建議 我們亦希望 我們的目標都是 希望爭取到三十或以上 三十是一個神奇數字 希望爭取到三十或以上的 網區人大投票就可以聯署支持 我們提出這個建議 由勇哥和程鵝一大代表 就正式向國家提出 這個過程都很難的 我記得我上次做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的外表都很忙 你要找他們說 其實都要一些時間 我逐個找 例如立法會 我會逐個見 希望說 有些外表 對某一些議題比較熟悉 比較容易 快點 有些可能距離像 之前有些是完全沒有聽過這個問題 我也要用他們說一次 其實都是要一些時間和心機 但是我上次的經驗都是開心的 因為很多聚會都很支持我們這個行動 然後在北京就有些主動去簽 就是簽個聯署 所以其實是一個挺好的 我希望今次 我們都可以成功讓 取消了30位行動 就是港區的大陸 去支持我們這個建議 所以我們今次這個建議 就在相互相成的兩個建議 就是英國制定的共同保護法 以及盡快取締、評取 以及打賣不同反執 這兩個就是我今次 特別想出來和大家分享 有關保護動物的兩個建議 還有補充多一點 上次象牙的成功和今次的建議區 都很多謝我們幫我們大家記錄 因為很多事呢 包括內地的朋友 包括人大陸的成功 大家看到大家報道之後 我們就引起很關注很多 也要戀愛的心人 而且呢 好像象牙的經驗都一樣 其實我們去到此都不及的 都說不單止我們在香港 以及原先頭的我們大家 我們去到內地 很多省市的人大代表 他們聽到這個議題 都不少都說 我們都關注的 我們要發聲 因為當大家各個省市 全國性的大代表 大家都會關心 都會提出的時候 等於著眼睛要明 先生對他的國際知名度 很高 大家時候推動的時候 到最後 這些凝聚了這些領域 都會有量的變化 都會有真正的變化 因為他們是諮詢的嘛 全國一千多位的全國人大代表 那麼大部分都關注民意圖的時候 那個立法的原始 和執法的細節 和將那個效果 達到的事情 都期望他們更加快一點 所以多謝大家 我相信這個機會 都想鼓勵一下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油溫取膽汁 是一個這樣的殘默 和一個不衛生的行為 其實我也很呼籲 香港的消費者 不要賣這個油溫 即是紅膽製成的產品 至於我們香港可以做什麼呢 我都沒有公開自己的行為 但是我相信 始終的源頭都是 產品的源頭都是 在內地 所以我們希望是報告來的 如果在內地不再生產 或者取停 香港都不能買 那就十分之好 我們香港也都不用 有什麼法律上面 需要去做 但是消費者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都不買 這個紅膽的產品的話 其實就可以保護到 我們中國的客戶了 這是我們很希望可以帶出的信息 但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這個東西 你會不會擔心 黑紅的問題 可能比較像 在中國更加難倒轉 因為剛才那裡 村民自己有樣子 其實他怎麼見都可以 但是對你來說 買錢回來的誘因 可能比較小 還有做很多事情 就是得不擔心 可能比較像 但是我們看到 國家和多年的努力 現在對老虎的報告 是越來越遠越遠 那你環境這個情形 去看的時候 雖然可能就等於國家 公務院給我們的 有些回覆 包括他之前講 最難的方面他都說的 動物保護的問題 適及行業的發展 民族的習俗 宗教的習俗 在這裏得很複雜的原因 所以他全面是高度的保護水準 是一個根據長期的系統性工作 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但是他都說 國家要真正研究和積極配合 立法庫和有關的部位 組織相關的議員 立法研究 用了保護相關法 來進行完善 設實保護動作福利 所以我們同志來講 那件事多難過 如果中央和國家高度重視 一定是高度的 高度重視的時候 你會發現雖然逐步逐步做 都做到一種象牌 最初他們提出的事 都有相當朋友跟我們講的 很難的 幾千年你看到故宮裏面 包括請皇帝大把這些 貨保來的這些金 但你見到現在 事實做到 而且還有一個比較 內地和香港來講 強正為之 分敗有為 我們相信中央政府 和內地政府 不給我們香港 可能快點 至少人大又沒有拉布 還有就是說 現在國家負財 如果你說吃都沒得吃 有些東西 差別都沒有說是生計 但現在國家的負貧工程 很忠實 很全方位 包括我們人大的視察 有很多偏遠地方 它叫窮山餓水 沒辦法 你將它遷徵了出來 有很多搬了出來 變成它便可以 由其他方法做 還有一些負貧工程 是怎樣呢 將一些偏僻的村落 整個村 搬進去近市場 只是做一個民宿 現在城市人 覺得城市內的工地 環境相互壓力大 一度周末 全部開車出去附近 但軟區又覺得很難 100公里至200公里之內的 就是一些鄉郊 那些鄉郊 那個效益比這些更大 而且那些更大 風險小 還有一件事 那個是國家輔助支持的 很多地方的國家 可能建好一排一排傳統的房子 給這些村民籤住 等於換街工被 這些效益是有鼓勵 就不只是禁止 我就說什麼都不能做 這就是一個轉化 所以這個工程 我們相信中央警察會做得更加多 那這一種的信 你會做到 那在這個基礎之下 就要隔離執法和打擊 禁止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都不想說 禁止了之後 我死了一天 或者說他沒有開 那這個都不是大家想見到的 因為每天都是 大家要先保護他們的問題 那些高級都不一樣 那變成了 這方面整個背後去做 我們就看到國家的決心 和那個派遞 而且呢 有成功的經驗 很多方面都有 那而且還有一樣的 我們看到 你將轉換 短期 你抹掉那些動物 全部殺了很多膽 那未必的 你可以將它轉化 即是合法 即是說 不虐待牠的時候 動物的觀賞性 或者說 令到青年人 小朋友的形式 怎樣友好這些動物 甚至如果一些名顏 比較高的人 可以有牠面的動物園 就是 放在動物園裡面 或者是 馬戲團的那些名聲 當然現在馬戲團 虐待動物 國家的相關法 都已經變成面線了 不單是 這個動物園 那麼殘忍的 就算表演性的動物 都要保證 牠有比較適當的居住條件 飲性 包括醫療 包括一些表現的時間 相關國家的規定 都開始比以前 於是拒絕 所以整個系列 整個系列 整個系列 我們相信 那種現實會大 所以大家覺得 我們去年 前兩年 關心將來 這次是 只不過我們大家 聚焦是一種 大家最關注的動物 是容易令到大家聚焦 如果不是我們現在說 所有動物 我們有些人說 究竟是哪隻 那就不容易 所以我們相信 EQ2表會說 未來的時間 日行日大會 每一年 我們都會選擇一些 最有代表性 將它聚焦 令到全社會的關係 最終 我們希望 所有的話 我們在地球裏面 相關的動物 都能夠有一個 比較和諧的環境 比較 二代化 比較 合理的一個待遇 那時候 我們覺得 鮮業符合 我們二代化的精神 所以 各樣東西都難的 那要不難 所以 藍都要做 最重要是 走出第一步 我們很希望 在保護 中國黑熊這方面 我們這一個 今次這個 總統的建議 聯署 是可以走出 一項 其實香港 我們聽到 不止 香港的問題 現在 你也希望 在哪裏 在哪裏 哪裏 在哪裏 我都 在立法會 沒有詳細討論 不過我們 也有 提出過 但是 因為沒有詳細討論 所以 沒有什麼進展 正如我所說 好像 當時 做 禁止像 買賣 非常大象 其實我都是同時間 在內地 已經 廖哥在人大那裏 發聲去做 在香港 同時間 我都推動本地 進展 大家都看到 國家 16年已經 翻了法例 17年開始 已經全部 禁止法律 但我們香港 剛才立法 還要承認後 才禁止法律 所以 國家要做的 更快 我們香港很多 同樣地 我都會 跟政府相關 香港 我覺得最重要 是 是 都會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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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 拿回來 無膽質做的 做的 產品 但是 如果 我們可以 推動到國家 盡快可以 立法 其實 沒有公認 香港也不會 可能 給我們香港 做一些立法 的過程 比較法 所以 兩邊 我都會做 香港 我覺得最重要 是 小弟姐 像是 那時候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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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你一按照 香港 都可以 買回 每句 香港 我們要這樣 香港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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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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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都可以 說 但是 始終 不是 像是 出口 都是 反法 我們現在 還未見到 有一大量 像是 香港 反而 近來 有人以為 香港政府會買 像是 外國的 走私人 走私大量 香港 但是 隨著我們 成功 我們 看得到 體力都會動作得到 至於 紅膽的產品 我們都要 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 幫忙 教育消費者 剛才正如我們所說 在取膽的過程 除了殘留之外 你也沒有衛生 也沒有什麼減負 所以 紅膽製品 那個衛生程度 對身體有沒有害 等等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存疑的 我們香港消費者 十分之精明 都沒有理由 我們香港消費者 就知道了這樣的環境 第一陣子還會買這些產品 最怕就是他們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不買 人家說清潔解毒 那就買 但是我相信 如果香港消費者 越來越多知道的話 他們不買的話 市場也會萎縮 香港人都是做生意的 沒有消費者 賣就進來 這些產品 至於你說 其他的消費者 譬如油客 我相信 就要大家一起做功夫 正如我們國家 回覆我們也說 中間政府都說 其實是一個全民的責任 是社會本人的責任 去保護 政府的法規 始終都 一定落後會形勢 法例永遠都追不上 事項 所以會一直追上去 現在我們知道 可能有二十二萬多隻 黑熊在美國內 製造這些紅膽的產品 所以我們消費者 就可以把握我們的禮拜 我們就不買這些產品 最好就是這個 最好就是這個 很簡單 所以我探了幾次路 人們都叫我不要去 上次 其實上次 我第一次去非洲 就比較順利 因為那時候 沒有人知道我做過這件事 我真的隱藏得挺好 到我第二年去非洲 其實他們已經派人保羅 住的地方 我要很隱蔽 去到這些地區 我又要 橋莊 才可以 去實地考察 大家都知道 我平安回來 但我有兩位朋友 都已經被殺了 因為我之前 在 我發現 我也有說過 去年 被人下飛機時 被人搶了 不用一睡 他叫Win 就是Pan Foundation的 創作者 我講完沒多久 在前幾天 我們有另一位 你們都 很多人都知道 我有另一位的朋友 這次是專做研究 剛剛在去年 年底才出了一個 那個象牌 很高 在家中日是被殺 已經是第二位 那個年式的 做象 即是大象保養的朋友 在被殺 他家中我上次 早兩年去非洲 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還去他家 跟他談了一大餐 了解他的工作 以及最新的資訊 都想不到他家中 所以 非洲的朋友 現在都跟我說 我絕對不如再去非洲 所以 在這段時間 我都不會全會去到非洲 所以 當我去跟保育總職說 我想去內地去看非法的 即是 合法的養殖場 當然可以去看 但不會看到些什麼 因為是樣版 是吧 樣版的東西 我真的想去看一些非法的養殖場 就是 他們基本說 很難幫我安排 因為 我一入境 可能那些人都已經不知道 我想做不難 所以我未必可以做得到 可能我也是 會靠一些 內地的 就是 動物保護的 造成朋友 會繼續提供 即是資訊給我 但是我會贈取 每一個 會內地的機會 我會見得到的 中央和領導 或者地方各級官員 他反映 我們的 看法 那又 用過都會量 他會在他那裡反映 尤其我們知道 剛才兩區都來到 各國中的地方 比較難分 那些地方其實 你要他們去做這些 非法的東西 其實都一定要 扶貧 還有要提供 出路給他們才行 這個是 希望國家會 對他們的 詳細 更加 會落實 你有沒有 哪些角色很大 最少 去教授你 那當然是 我立法會的同事 一間就見到他們 一間就要 有哪些 有哪些 你一直都很喜歡 那些 沒有 我接觸到很多 的 大外國人 都很 對 台灣的意見 都很關注 都有的 立法會的同事 會 當然 我現在已經開始遊說 了 今天 我們一會開 下午開 樂園廳會 會見他們 現在還有幾位 大代表 主持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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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形式,令他們在屠宰之前得到靈魂的安定 然後我們說這樣效果的地方,除了教義之外 他們的科學家試驗出來,結果他們說那些肉質都很好 就是肉的質素,這樣做完之後 而他們說他在屠宰之前恐懼,就是這些生物後 他們做到我們不懂這件事,他們說效果很好 然後他這種工業,我們說香港會來香港買的 香港系院地獄到公圍形頭,直接在中東都買得大部分 地獄到北京,第三,那些都不夠吃 如果這樣的話,你會看到其中我們國家裡 有些地方已經做到很高端的 我們不需要你將紅變成這樣,但至少是令大家 人類大家,紅包去莫到之後,沒有那種殘忍的感動 我們每年都說現代的物理社會怎樣去做這些 只要達到這個效果,我都覺得可以做 我支持素食,我們可以做實物物 但只要現實做不到,所以在現實做不到的程序 就算你真是叫養殖家或者叫同在 我們都是要避免物理和保產的方法 所以我們見到國家是高度同時 就是肚子保護的工作,是要避免的事 但是國家大應,所以執行方面 其實不是一定難過的,所以要一步步離 但是見到是一步步走近,所以其實也是一件事 還有補充多一點,其實以往早十幾億 由改革開放之初,早三年前 那些什麼護士,投稿類似的,大家也聽到很多 但是現在見到我們十年八年,再聽不到多少 就是不單是難發,是執法到年來 就是當你這樣撐人做出題的時候 我們是看到國家的進步,無法進行 所以我們其實有信心提出來,能夠做過 香港的時間,不要那麼好席 但是我們見到最後一、兩年能夠解決到 這些可以合理提供 即是說,一、兩年去年,我們希望國家 在這方面的進步,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發展 也都符合我們大國的地位 希望我們希望勤勞的機會 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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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幾年可以做到 立法更似一人身的全面的存放 最後那方面,你問我,你給我們期望去哪裏 或者給我們身邊的朋友 期望去哪裏 所以這一方面,我相信有些配合 現在習主席講的精準負貧 你這些其實都是掛斗的 你令到它有更好的生計 或者轉型 你這方面便會隨便一點 而且還有一樣的 現在我們看到國家 醫藥改革 都是隔開蠻足 那你這一種的搶藥 其實是很大空調的 只是保護病患者的權益 你都要快一點 當然要病 所以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 希望 希望 但有一點就是 國家公務院 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原來要求那個委員 所有的港府人大提出的建議 就是你這個具體的 有進展的回覆 是不會超過一年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的這個 我們相信在12個月之內 3月後我們提出了 12個月之內 一定有一個像象牙一樣 有一個詳細的回覆 哪些他做到 哪些他做不到 因為他需要幾多的時間 這個回覆就肯定 12個月之內 一定有得到 如果拿不到 就是他的傷跡 到時候他又是 人大委員長 和公務院總理的 謝謝大家 再見